洛峰院,卢孤瑶一进屋便大骂陆琪琪,真是冷声斥责。 想什么话,还不嫌大方丢人吗? 她自嫁进侯府并掌管中馗,没想到小小的庶女居然让她栽了这么大跟头。 去前院打听一下,到底发生何事? 卢嬷嬷点头,带着人退下。 都是那个贱人,表哥惨死。 舅舅非但不替表哥报仇,却反过来给他赔礼道歉。 他算什么东西啊,对表哥提些都不配。 绅士眼眸微转,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就在绅士思量中,杜嬷嬷推门进来。 说,夫人,大事不好,今日早朝舅老爷被圣上训斥。 你说什么?大哥被圣上训斥? 到底发生何事? 杜嬷嬷将打听到的事儿,原原本本讲出来。 原来,申修冉碍于独孤症的威严,不敢冒犯,便将矛头转向丞相府。 南洋侯府和丞相府向来不和,牵扯着身家也和丞相府看不对眼。 儿子惨死,更使申修冉失去理智。 暗中将丞相府偷梁换柱的事情,透露给御史。 谁料到,丞相府提前接到消息,御史还未参奏,申宝庆强抢民女,霸占田产,致使百姓无家可归的奏折,已经摆在圣上的眼前。 申修冉想替儿子辩解,奈何人证物证俱载,不容他反驳。 结果可想而知,圣上当众训斥申修冉,而独孤症的支持者趁机煽风点火,将申宝庆擅闯魂房的事情说出来。 当然,抹去轻薄露七七的那段。 独孤症本就是圣上的心头号,如今听到申宝庆在独孤症澄清当晚闹事,原本落下的怒火重新燃起来。 连带独孤城也被训斥,这才有申家赔礼道歉,圣上赐封安抚的事情。 母亲,现在怎么办?舅舅会不会因此被降职? 放心,申家掌管力不多年,不是那么好动的。 独孤瑶松了口气,申家没事便好,他刚要开口骂陆七七是个惹祸惊,便觉得脖子有点痒,接着后背也开始痒, 他搁着衣服抓。 申士正在替哥哥担心,转头便看到女儿抓耳挠腮,当即沉连。 王子选飞燕在即,规矩都穴到狗肚子里。 独孤瑶面露极色,感觉有千万条虫子在他身上爬。 母亲,痒啊,靠痒啊。 绅士戒女儿将脖子抓出几道血痕,焦急地大叫。 叫大夫,快叫大夫!